今天的情况有点不对劲 我不确定是不是游戏更新以后搞出来的新状况 比如这个阿尔法 孤身前来我的营地上来就对着我的墙壁一通猛吹 这面墙一下就被打掉一半的耐久 之前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还好 只是来了一个阿尔法而已 我就当做是偶然事件了 也没太在意 夜晚安全度过 上期小队成员跟我说的 这边的高楼有更好的视野和更多的物资 那我就过来搜索一下 顺便收集一些燃料 我的燃料确实不多了 哎 发现新的感染者部落 这是什么情况 这些家伙是躲在地下的 但是躲在地下会不会突然出来攻击我的小队啊 我还是绕一下好了 总之到现在我看到不少反常的事 攻击墙壁的阿尔法藏在地下的感染者 只是我之前都没见过 最近升级了不少科技 有些建筑是需要用已有的房子改造 但是防御塔不用啊 所以我现在打算造一些坚固的塔来增强一下防御 先暂时就放五个吧 材料压力有点大 我得尽快拆楼了 来了来了 感染者群来了 我的货车已经饥可难 哎 我的妈 这些感染者怎么开始砸墙了 最近更新的新特色吗 好好的路不会走了 学会破墙而路了 糟了糟了 这是要出事啊 感染者都从这个口子给冲进来了 好家伙 我迷宫不过才造好了两期 就这么一个游戏更新 我之前直接白干了 好家伙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慌 我还有货车 趁他们还在这一坨聚集 先来回碾压一下 最大程度削减他们的数量 要不我真的怕撑不住 后面还有感染者再过来 对 I'm going there They're coming We're on the boat They're trying to get inside I'm on my way We're under attack We need backup 很好 两辆卡车不负动望 配合营地内的防御塔 总算清理完感染者了 哎 好家伙 又来了 不是 上来就打枪啊 旁边就是入口啊哥哥们 你们倒是走 算了 已经破枪二入了 走走走 卡车顶上 开车碾压 哎呦 我死了个人 车里的人挂了一个 应该是被阿尔法给挠死的 话说车里的人会受伤 是一开始就有的设定吗 还是这次更新以后的新设定啊 来了 北边又来了一群 卡车过来先碾压一波 尽量减少数量吧 要不真扛不住 好了好了 天亮了 都撤退了 哎 这还有原地专弄到地下的 以前完全没见过这样的呀 那今晚不是直接贴走墙壁原地重山 感染者都开始打阵地战了是吧 来吧来吧 赶紧的 该修复墙壁的修复墙壁 防御塔也赶紧造 这几座兼固塔造好以后 应该能提供不少火力支持 只是现在我营地的另一边缺少防御塔啊 今天一天应该也造不完 看情况再说吧 不行了就让小队开车放风筝 有些建筑也需要修一下 有些不是很急的工作可以先停了 优先保证维修工作人力充足 之前一直都没用医疗包 现在也该用用了 这些有经验的老兵最好别死 死了都是损失 入夜了 我也准备差不多了 可惜兼固塔还是没造好 不过围墙都修好了 这玩意儿肯定是挡不住感染者 但是能用来拖延时间 最先破的是北边的墙 这边感染者也是最多的 我怎么感觉还有今晚新来的 来吧 碾压 再不计也能拉着他们到处跑 只要别攻击我监住就行 在这边,我在中央里面 他们正在运动 在入尸位 他们正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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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处理 不久了 我們在建築物中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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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哎呦還不錯 解决了 说实话有点出货预料了 我本来还以为可能会被拆掉几个建筑 或者大部分防御塔呢 结果最大的损失可能就是损坏了一个小厨房 不过我这两辆卡车的小队受伤严重 赶紧治疗一下 这才11点 我有点怕后半夜会不会还有进攻 天快亮了 安全了 我们又活过了一夜 我的天 感染者直接破墙这事 一下就让这游戏不那么像塔防游戏了 先把车都修一下 接下来的策略需要变动一下 我可能需要大量的防御塔 还需要大量武器来武装防御塔 先在墙壁上装一些大门 反正也拦不住感染者了 装上大门也方便我的工人进出 我还是想要尽快把左边一片区域拉进我的营地 这一片小房子可以增加我的生产力 这是我现在最需要的 毕竟不管什么东西都需要生产的呀 对吧 好了 那今天这期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